好 这边来看一下基基对阵架的第五局上半场真的峰回路转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这把的话看一下 马哥上来第一个点拥兵 阿策的话火灾调查人在蹲 飞过来 足迹有了 前期开局 还不错呀 对于马哥来讲 因为外面的机子都还没有动呢 他已经开始贴身了 当然这波的话没有能跟进野心 不过阿策的火灾调查员有一说一 他的这个释放球的时机点 真的上一局 即便是吉阿贝四抓 我感觉这个火灾调查员是打的真的蛮秀的 这里是不断的回头 马哥这边用一个叠拉近距离 感觉第一刀可以闪现开 第一刀感觉可以闪现开 因为球手这边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可以去打的点 就是你要画家过来OB什么的 这边反手换追了 追入脸时 交闪现震射有没有 飞轮 你也不敢闪 这波飞轮感觉有点亏 这波飞轮感觉有点亏 因为这个点就是你飞轮躲掉这一刀 你也不敢翻啊 翻了震射的 买雪 跟过来马哥这边应该是要交闪了 板子拍掉就交闪 回身一刀 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人挂上密码机两台 这个倒地速度其实对于马哥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灵鹫就在旁边 傭兵要不要来救吗 嗯 就比较影响密码机 要救吧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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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让这个灵鹫有更多的一个作用啊 这里 无心卡的不错 马哥这边没有选择飞天去做一波防守之类的 他更多的可能想逼救啊 他还是想把这个节奏提起来 打一刀 拥兵人救下来 让人入练师的话应该不操作了 强行拉点拉走就行了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说的就一个翻窗好 直接拉往外拉 能拉多远拉多远 下一波一定是灵鹫直接起 马哥这里没有技能 没有到二阶 入练师不能再给一刀 马哥这边想再起一刀 开个二阶 但这刀不能给 对可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双方其实比较趋向于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来想想看 求人者有多少机会 监管者有多少机会 求人者因为这个 机子其实差的不算很多 所以说的马哥在中间 哎 这边火载调查有想法 所以马哥在就是挂飞入练师以后 不太会有足够的时间来 要保吗 这边想保这个入练师 跟过来这边没有板子的 那这样的话入练师倒了感觉 感觉这波火 这波还行 还行 就感觉这波火载调查过来 其实保下的东西 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机子的话挂飞以后 马哥第一时间船 好像还能打一打 能不能再消耗一波 因为对于马哥来讲 他需要再消耗一波 机子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这边在等等等等 在骗你 但马哥这边不上当 这个传送交了呢 开门战就没有传送了 马哥这边就只能保平了 但是有传送捏在手里面呢 确实马哥的赢面 要大于求生者的保平面 我感觉啊 还不好说 直接传过来秒老虎 但这首传送的话 因为有个满血傭兵在 这个局应该就是马哥也不想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想法了 因为第一时间脸上面 没什么人可以追 那就平了 应该是平了 呃再留人 哎等会无心这边顶过来 他们这个点门 马哥放点回头了 马哥在最终的决胜局当中 他选择的是相信队友 我保平 没问题 队友这边也保平 我们积极赢 他不想赌 他不想贪 他只想稳稳的幸福 那就看捏捏了 这张地图呢 算是监管者 相对来讲好打一点的图 捏捏手里面有的监管者也蛮多的 马哥 哎很难得哎 马哥打的这么保守 这张地图